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這個 空間 我們來研究一下 它的圖形是怎麼樣一個形形 這邊是 上面有一個半圓 下面一個半圓 這邊半徑是內圓30 外圓是40 那這邊是直徑30 外面是50 它的高度是100 中間有一個熱條 它也是40mm的 外面這個側盤也是10mm 最後 這旁邊有兩個耳朵 它是40mm的寬度 然後中間這個是半徑都是R20 然後中間兩個這個眼孔呢 是直徑16mm 大概這個情形 我們知道以後 我們看怎麼樣下手 第一個步驟 我覺得是應該 我們從 這兩個半連形先下手 從後面先把它長掉長出來 然後再來畫後面這個側板 再來畫這個熱條 最後的部分 我們再來畫這個兩個耳朵 大概這個工程就可以把它完成 好 我們現在呢 先 先 將這個圖形 先把它 隱藏起來 這個是我們已經視線畫好的 這個圖形 它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看一下 然後看減減一下尺寸 這個R15 然後這個半徑 這是10mm的這個範圍 這個也是R30 然後有厚 是10mm 這個是10mm的厚度 最後就是這兩個部分 它是 離中心距 是60mm 然後中間 這個洞是16 厚度也是10mm 厚度也是10mm 那我們就將這個空間 先把它隱藏起來 我們重新再畫一次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也是從 從前金子面畫起好了 就是 我們畫一條 從這個基增點往上畫好了 這個 集合建構線 然後上面畫好 下面再一個 兩個眼 中間的距離是100mm 外面這個圓是 外面是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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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偏尾圖也是10mm 那 這是10mm 好 那我們再把它畫一條直線 OK 這邊也是畫一條直線 順便 順便 後面 這一條 也是把它畫出來 這邊齁 它是鑲線 這一條 相切點 對 上面也是相切點 對 好 那一個 鏡射 就是這一條 鏡射 相對 中心線 OK 整個圖形齁 初步的結構大概就出來了 來 那我們來看 準備來漲料 看一下 這邊 是30mm 下面是50加10 60mm OK 我們來先把它宣傳填料 一個 我們先試 30mm 選擇 這個 這個 OK 再來 一樣齁 選擇前70mm 然後 然後 一樣 用這個 參考圖圓 好 一樣 生長填料 抽選的輪廣 是這一個 我們這位 下面是60 OK 再來一樣 還是一樣前基準面 我們 我們 回出草圖 一樣 用這個 參考圖圓 對 好 按了回來 這樣子 這樣就正常了 好 接下來我們這先 再來畫這個 垃條 然後 6 6 7 之內 插圖配置 一樣齁 從這裡 到 這裡 OK 看 插入特徵 熱彩 向下 平均10mm 看一下 我們熱彩可能還要再加長一點 往上延一點點 這邊 往下延一點點 再測試一次 插入特徵 熱彩 往下 往下 再看 熱彩就出來了 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就是要畫這兩邊的耳朵齁 我們從上基準面開始 先畫一條 中心幾何的建構線 再畫一條中心幾何的建構線 再畫一條中心幾何的建構線 好 我們從這邊畫一個 用這個來畫 好了 再畫一個 中間有一個 中間 是 溫度 我們量一下 這邊 它要40mm 中間 是16mm 然後 它的距離 這邊 跟這邊的距離 是60mm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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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我們這邊 畫一條線 過來 然後 金色 圖元 金色相對 這個 我們就開始 點料生長 是10mm嗎 哦 對 是10mm OK 好 那我們選擇輪廓 就是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往上生長 OK 好 我們圖形出來了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 有一個R角 是10mm的R角 現在像是 這是這個 還有 這個 還有 這個 OK 整個圖形 這樣就 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齁 我們出秤是不是正確齁 看一下 這邊是60mm 這邊是10mm 60mm 這邊是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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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直徑30mm 然後 這邊是50mm 是60mm 裡面是R30mm 裡面是50mm 外面這個G是10mm OK 整個看起來齁 我們這個尺寸是正確的 整個看起來齁 我們 還可以把它添加一個顏色齁 我們 還可以把它添加一個顏色齁 我們先將這個尺寸先把它隱藏 好 我們來 改變它的顏色 附件的顏色 附件的顏色 隨便改 綠色 這樣也可以 或是紅色 這樣也可以 綠色 大概是這樣的 顏色可以改變 好 今天 這個 塗檔 我們試完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OK 今天的會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彙組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 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 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彙組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 教寫相場 看得越多 寫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 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 就會通知你喔